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跑 今天是平背大母顺顺带胎的第57天 也就是说再有三天就是预产期了 今天呢我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母犬带胎四五十天的时候 它的胃养 胃养和管理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 胃养管理非常重要 营养必须到位 这和小狗的生长就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是怎么胃养它的 是不是 这个盆子里面呢是单纯的煮的鸡肉泥 也是辅料 因为需要加营养的狗 需要给它额外的加些鸡肉泥 这里面呢就是玉米面和鸡肉泥煮到一块了 平时这些狗直接吃这里过来的就行 然后再咬里这里面的鸡肉泥加鱼里面 里面的鸡肉泥 放入鸡肉泥 然后再加入钙粉 加入狗粮 然后搅拌均匀即可 这个钙粉非常重要 因为在五犬代胎四五十天的时候 补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加狗粮也就是起到营养均衡的作用 还是 顺顺待胎期间 我就是这么喂它的 现在还有点烫 要晾一晾 因为这食物是刚煮好 我摸了摸有点烫 等晾一会儿再让它吃 狗吃食物要以不烫手为意 在等待食物晾凉的时候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树生的肚子 这肚子现在是越发的大了 越是临近产期 这肚子是一天一个样子 现在像一个大圆球一样 刚开始我觉得它会生六条左右 现在我觉得六条不止了 顺顺 顺顺也特别的听话 是一条母性很好的狗 我也在视频中说过它很通人性 来 foundation 你看让它掉个头 很听话 很听化的一条狗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孙孙太不想动了 连吃个饭都是趴着的 不过它的肚子也着实是太大了 怪不得它那么累 吃吧孙孙非常美味的营养餐 孙孙平时不挑食啥都吃 这也是我很欣慰的一个地方 有的狗挑食我就不喜欢了 可能是快生了 它的食欲不是太好 一会儿歇一歇它自己就吃完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关于这条平贝大母顺顺的视频 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 在它的代胎期间 尤其是这几天 我对它的照顾是非常的细心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 在接下来这几天里 我会持续更新它生产前的动态 我是小宝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